大家好,歡迎來到樂師會的 《西成計漢不見的存在 新手教學》 在這條短片中,你會知道 14個玩西成計必須要知道的小知識 看完絕對會幫到大家更明白遊戲怎樣玩 要怎樣準備 記得幫手Like和Share這條片給你的朋友 當你一收到遊戲盒,請打開點算一下物資齊不齊 出發前,請預先在App Store或Play Store下載《西成計》的手機APP 最好在下載前檢查一下自己的智能手機 知不支援ARCore功能 記得玩之前要確保手機系統版本 已經更新為iOS 11.0或Android 9.0或更高 當你打開《西成計》APP之後 請選擇與朋友遊玩,然後輸入最號 最號在說明書背頁,然後填進去就可以了 同一對參加者輸入同一個最號就OK 選好角色就會出現第一章的劇情 當你看完一段對白,click一下就可以看下一段 遊戲難度分為簡單、普通和困難 分別在於提示點數的多少 在遊戲過程中,你都可以隨時增加提示點數 方法很簡單,拿出提示圖紙 然後在街上留意有沒有跟圖紙上相同的物件 如果看到就可以按左上角的相機鍵 對著實物直至出現星星 點一下就可以獲得五點提示點數 當系統指示你要去另一個地方 你只要跟著其中一個角色 寧姐的路線教學和地圖指示就可以 在地圖上的紅標就是目的地 只要到達紅標的位置就會自動啟動新劇情 如果途中你忘記怎麼走 你可以按右上角寧姐的頭像,重看路線指引 接下來會說一說關於解謎要注意的事項 首先,請你跟著APP的指示去打開信封 千萬不要亂拆 角色的對白和題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想順利解開謎題就一定要看清楚 如果你錯過了部分對白 你可以按左上角的對話鍵 就可以重覆看 由於這是實景遊戲 所以謎題的線索就在真實環境之中 不過你是不需要問路人或到處找 用眼看就可以了 謎題的答案只有中文字、英文大佳、數字、小數點 至於英文世界、空格、標點符號、重數S 都是不會接受的 如果你想不到點過關 你可以點擊提示鍵 選選免費提示、地點提示、解謎提示Level1和Level2和答案 順帶一提 當APP出現問題而無法運作 你只需要關掉程式 然後再開就可以了 APP會自動回去之前的進度 完成整個遊戲的時間一般是4個小時 但遊戲是沒有時間限制的 你可以按你們的進度去設計屬於你們的西城計之旅 記得走到累就要休息一下、喝口水啦 玩完之後 歡迎在你的社交媒體分享你玩西城計的感受 記得tack我們呀 希望你們看完這段教學短片之後 都明白怎樣做啦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想找樂師會協助 你可以在西城計Facebook page PM 我們 準備好就快點約你的朋友仔 一起去玩西城計漢不見的存在啦 社交媒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